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老爷 这铁太坚固了 根本砸不动我 换个人 好好好 来 我来 来 老爷 这铁真不一般的 根本砸不动啊 老爷 来擦擦汗吧 好好好 这个先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好 耿帅这回让我长见识了 来 来 耿帅身手不凡 年轻有为啊 岂敢岂敢 耿帅厉害啊 还是中原来的将帅有头脑啊 我等望尘莫及啊 是啊 佩服 诸位将帅 耿帅 过奖了 玉京初来乍到 行事莽撞 还请各位海寒 不用海寒 要大家褒奖 艰莫和额主 一日启程 赴往前线增援 是 是 大金之星 就交在诸位手中 希望你们 不辱使命 请阁主放心 请阁主放心 各自回营去吧 是 怎么耿帅 有事啊 阁主 今日之事 是属下之事 我愿一例承担罪责 你把金谋告糊涂了 到底有什么事情 还望阁主 在大汗面前美言几句 求求情 切莫切怒于我赢士兵 这事你自己跟他说吧 求阁主开恩哪 你都不敢说 怎么能让我去说呢 属下 属下并非不敢 只是 不用担心 你现在已经是金鼎侍卫了 有的是时间 跟大汗在一起 到时候你再禁言也要 也不迟 金鼎侍卫 我忘了告诉你了 差点把你一通给发走了 耿玉京听令 属下在 二营营帅耿玉京 智勇双全 重兵士 武功高强 特任耿玉京 为金鼎侍卫 全营调派至金鼎大帐外驻守 好 专司护卫大汗之职 二营领命 谢大汗 来 水灵 来 宋先生 宋先生 怎么样了 都不能锻造此剑 没有锻造此剑 没有进展 这根本就是一块砸不动锤不烂的铁块 宋先生 如果宋先生都不能锻造此剑 那在世上也别无二人了 宋先生别急 总会有办法的 这段时间我查阅了有关锻造云铁的一部分骨鸡 骨鸡上说有一种药水可能对云铁起作用 宋先生 上何处我们才能帮你弄到这个药水呢 这个就不劳二位了 我自己想办法 刚才失礼了 既然你们都信任于我 我再试试 二位回去休息吧 那就有劳宋先生了 好好好 不送 走 药水 好 太好了 如此一来 我们便算是掌握了一些主动 京儿 凭你的能力 我以巧儿担保 不出 爹 巧儿 快来快来快来 天大的好消息啊 什么天大的好消息 您能拿您亲孙女做担保啊 京儿这么有出息 就算是把你赔进去 爷爷都觉得值了 你干什么好事啊 哄得爷爷这么开心 我被选做 努尔哈赤的金顶侍卫了 真的 瞧我这孙女婿 多出心 爷爷 你胡说什么呢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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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先生 还是没有进展吧 没想到时机来得这么快 不过这才刚刚是个开始 京儿 你须一步步取得 他们对你的信任才好 切记 不可贪功冒进 京儿 记下了 还有 想要取得努尔哈赤 对你的信任 必须要处处谨慎 一定要谨慎啊 好 亮哥 我心里还是惦记上古云铁的事 你说宋先生都拿他没办法 我们怎么办呀 既然是云铁天外来物 非人力可为 不如就让他保持原样吧 要不我们再等等看 你说宋先生学识这么渊博 要是此物真能被铸成把利剑 不是更好 行 那既然这样 我们一会儿再去采点草药 给宋先生送过去 万一他用得着呢 水亮 你可真是细心体贴 我不是细心 我是钦佩宋先生的才华 他倾尽家财 编撰奇书 也算是为后师立了大功 如果我们能帮上他的忙的话 也是好事啊 好 我听你的 嗯 走吧 走 嗯 我通灵的使者巴托鲁 你来了 我就知道 你给我带来了长生天的旨意 这中原大地 必将踏在我女真人的铁骑之下 这京师的朝堂之上 必定做着我奴尔哈赤的子孙 你将跟随我 翱翔在辽阔的苍茫大地 一会儿咱们采草药的地方可能有点远 得翻过这座山才到呢 有你陪我 翻几座山我都不累 一会儿可别喊累 好 二位请留步 请留步 这不是宋先生家的伙计吗 可让我追上你们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老爷请你们过去一趟 好 好 这个是没有十分的把握 不过这一次啊 我用了绝招 宋先生 这个是什么宝物啊 这个是用古法制作的药水 你就是再强硬的金银钢铁 只要沾了一滴药水啊 即刻化为虚无 今日 倒要看看 有没有奇效 来 伙计们 把它捞出来 好嘞 来 来 把它摆那 好嘞 谢谢大家 宋先生 成了 玉京 巧儿 这个给你 竹笛 给我的 车来试试 笨蛋 看我的 小儿 你还挺厉害的 你可以拿这个练口技 这个可比你用嘴巴冲 要容易多了 这手 手是这样的 这样 好 再试试 真好 等你练坏了 拿这个短笛子 也能吹猪犬 你把它随身带在身上 累了的时候 拿出来解解慢 你看这 多像只眼睛 真是好一把古剑哪 对 它就是赏仓那只 目光深邃 洞察一切的黑色的眼睛 从容而舒缓 注视着尘世间的一举一动 此剑 乃天人共筑的不二之作 经雨洒雷击 得天地精华之成 是五金之鹰 是太阳之精 为了铸此剑 千年天破而成陨石 万载长江 波涛再起 如今此剑已成 堪称绝唱 你听 这个地方风银鸟唱的 多好啊 如果有一天 我们没有了烦心的事情 也找一个这样的室外桃源 我们住下来好不好 你在找什么 你在找什么 这是我闲着没事的时候 做的小木剑 送你了 没看出来 你还挺心灵手巧的嘛 宋先生 您才是长玄此剑的第一人呢 过奖了 不过 终于筑成了一把 不不坚不摧 而又不带丝毫杀气的兵器 也算 圆了老朽一个小小的梦想 多谢宋先生 多谢宋先生 所谓人者无敌啊 古剑来自于武当 是一把人道之剑 处之有神 福之有威 你们要好生保管 无必使他重回武当啊 宋先生 您尽管放心 宋先生 您想尽办法百炼成钢 方才锻造成此剑 敢为宋先生 给此剑取什么名字啊 这个 我倒没想过 你们说 叫什么名字好呢 这块云铁 取自于武当 而武当 乃玄武大帝所在 叫它玄武剑 宋先生 您感觉如何呀 不妥 云铁虽得自武当 却是天地灵气所居 应该叫 天地剑 小女子认为 此剑应该叫太一剑 太一 太一既是道家所称的道 武当乃玄门正宗 遵从的便是道家 而道 便是天地万物之礼呀 叫太一剑 也算合适 宋先生 这 无论叫太一剑 还是天地剑 或是玄武剑 宋先生 可否在这剑身上 先刻铸剑字呀 刻字仍是难题呀 此剑虽然可以锻造 但是 其材质过于坚硬 想要刻字仍十分困难 我试试吧 那就有劳宋先生了 快点 你摔着 好了 好了 小儿 小儿 你等着我 什么 等我带你访山问水 找一处好地方 然后咱们住在一起 再也不走了 你等我回来 宋先生 你回来 宋先生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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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你来 哈哈哈哈 可以了 成了 好 我明白了 姑娘请讲 为初太史 道立于一 造分天地 化成万物 不如此剑就叫 一剑 一剑 好名字 就应该叫一剑 把它刻上 老朽的错 老朽的错呀 不过二位放心 老朽日后一定想办法把这个一字刻上 宋先生 晚辈 有一事相求 哦 请假 先生 我们俩商量过了 想 将此剑 先寄放于您家 此乃武当神品 老小家里一段人不敢私藏啊 先生 您有所不知 我们两个被仇家追杀 方才流落到此地啊 哦 此剑若是追随我们 必定难保 所以才劳烦先生代为保存 他日定会有武当弟子迎接此剑回家 先生 请您帮帮忙吧 请您帮帮忙吧 嗯 我先替你们保管 水灵带武当弟子 谢后宋先生 不不不 谢后宋先生 请请 不敢当不敢当 请请请 说是金鼎是非 我实际上负责的就是最外围的筛查工作 离努尔哈赤的答应实在是太远了 据我观察 这努尔哈赤进出 均有众人簇拥 所以我始终未见到他的真容 只能远远看见他的背影 你才刚刚被他们录用 得不到信任 也属正常 但这总归不是办法呀 我必须得想办法见到他才成 努尔哈赤生性狡诈 想要得到他的信任 没有生死大事 恐怕很难 生死大事 水灵 你看 这是什么 哇 这个是我们神农家最有名的草药 叫七叶一枝花 不管是咽喉肿痛 蛇虫疗伤 还是 金风抽搐 它都是有作用的 亮哥 不过你得注意啊 这个药呢 它是有毒性的 只能外敷 那万一中毒了 我们怎么解呀 甘草煎水后 配合着白米醋和生姜汁 一半内服 一半寒树 水灵 你懂得真多 小心点 我没事 看你 一脸都是土 脏死了 水灵师傅 水灵师傅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免礼 徒儿快请起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我叫你喘 你别跑 别跑 站住 站住 来者何人 这位是大汉所招来的学士 学士 大汉传我修订中原地图 身上可有兵器 没有 抬起手来 大人 大人 没有兵器 走 教队地图 岂是文若学子能干好的事 最清楚地形地势的 只有老百姓才知道呢 就是 大汉 这是我修订的中原地图 请你查看 看这脚印 是个习武之人呀 怎么会是个文人呢 呈上来吧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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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武大喊 莫上刺客 大喊 苏老伯 将其修计 传御医 大喊受伤了 快传御医 是 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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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哥 你怎么来了 我 我 我担心你 你看见什么了 你在水里我 我 我当然什么都没看见了 那你 先回去 我洗完就回去了 别偷看 好好好 我 我不看 我这就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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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哥 你还没睡呢 我这就睡 水灵 你头发真长 水灵 刚才我在河边 看见你洗头发了 说起来了 以前洗头发的时候 都是玉京帮我打水呢 现在有了我 以后就没他什么事了 玉京这小子也真是的 到了辽东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给我们来个信 我这个弟弟啊 真是一出门就忘了回家了 难道玉京 现在成了辽东武林第一高手 舍不得回来了 玉京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好了 天不早了 早点睡吧 我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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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愿意放弃天下第一剑吗 只要和水灵在一起 我愿意 你甘心下半辈子 在这神农架生活 只要能和水灵在一起 我心甘情愿 你心甘情愿 我心甘情愿 为了水灵 你会后悔 你会后悔 你会后悔的 你一定会后悔 我不后悔 我坚决不后悔 我坚决不后悔 把你们都退下吧 玉京 大汗 玉京啊 你救过我两次性命 乃是我大金的贵人 属下万不敢当 以前我对你隐瞒身份 你不会怪我吧 您哪里的话 大汗能屈能伸 扮作寻常百姓也是丝毫不露痕迹 实在是令人叹腐啊 都怪属下眼拙 未能认出大汗 惭愧 玉京 你出身中原 正直善良 是个忠诚侠义之人 同时你武功高强 是个可以堪大人的人才 本汗十分器重你 本汗早就想收你为帐下了 后来 我从金阁柱那里得知 你已投向了我大金 这正合本汗的心意啊 蒙大汗错爱 玉京 受宠若惊 昔日属下就觉得 大汗沉稳 睿智 绝非寻常之人 实在是令人钦佩 这么说来 我们是英雄新英雄咯 属下不敢 快起来 来 不必多礼 玉京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昨夜 多亏了有你 那个刺客 才没伤计本汗的毫毛 本汗将计就计 杨庄受伤待死 唯有此法 才能引出 藏于我军内部的奸细 作业在大帐内 本含义严厉莫伤刺客 可大帐内的一名持刀武信 还是要砍了他 只看到这个刺客断气先亡 他才按刀而退 显然是不愿看到刺客活口了 大汗心思 果真缜密 属下佩服 我看 那提刀卫士 极有可能和那刺客是同党 因担心那刺客 受到拷问后 而供出主使 所以才 痛下杀术的 嗯 有道理 玉京 本含要派一件秘密任务给你 不知你可否愿意 愿为大汗 向拳马之劳 你要暗中行动 替本含找出谁是刺杀本含的主旭 遵命 嗯 嗯 这可是个大好机会 不如将计就计 趁机 有何不妥 难道 你还有更好的机会 有句话说出来 您会责怪我 但我不得不说了 说 晚辈认为 刺杀努尔哈赤 并不能真正地消除我大明朝 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只会激化矛盾 大惊以利 努尔哈赤身后早已有了能继承大业之人选 如果努尔哈赤死于我们中原人士的刀下 那么此举非但拦不住金兵铁蹄 反而导致辽东和中原的矛盾越发激化 到那个时候 官内之民只怕是抵挡不住的呀 你就是要抵挡你去抵挡了 你去抵挡我 perché 你去抵挡我朝之心 那天地可见 玉京此心今生不变 又用什么法子来护卫呢 玉京的确是要重新地想一想 你怎么 变化这么大 努尔哈士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 从前我只想得努尔哈士翻我中原 却不知道他也是一代明君 如果努尔哈士死于暗杀 谁也没有办法保证 辽东是否会和中原一同 陷入民不聊生的境地 因此要是简单地只取其性命 我认为没有好处 你还记得自己是大明的子民吗 你太让我失望了 爷爷 滚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